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重量级拳王麦克泰森 早期在拳坛赚了超4亿美元 但他还是破产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破产了呢 有报道称 泰森是让他的经纪人唐金骗了 也有报道是泰森自己太挥霍无度所致 如今泰森爆料了自己破产的过程 他当时就像一个傻子 被经纪人活活炸该钱财 被骗得像个孩子 拳王泰森和唐金泰森爆料想到 当时他挣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因为当时他太能花了 但当时外面报道的钱 他本人并没有拿到那么多 比如泰森vs霍利菲尔德一番战 泰森按合同本应该拿到3000万美元 外面报道的也是3000万美元 但泰森只拿到了1500万美元 那1500万被唐金以各种理由骗走了 当时泰森的比赛几乎每场都是这样 唐金会卷走一半多的钱 泰森自己却不去过问 甚至不知情全王泰森和唐金 据泰森自己讲到 唐金当时不光骗他比赛的出场费 还会骗他手里的钱 泰森当时的团队全部都是唐金的人 唐金会每月给他老婆10万美元的顾问费 还有他两个女儿的5万美元的费用 他们只收钱却不做任何事情 这些都是花的泰森腰包里的钱 还有泰森当时到处去旅游都是通过 唐金老婆背后运营的一家旅游公司掌管的 泰森支付了高额的旅游费 不光如此 全王泰森和唐金除了给唐金老婆女儿钱 泰森也会给唐金家里花钱 唐金的一所豪宅其实已经装修完工了 泰森却被骗了一大笔维修费 泰森还为唐金拉斯维加斯的房子 抛了故宫费 法律服务费 水池维修费 唐金还骗泰森未来会接到一个拳机首的推广权 给我二百万美元 泰森也给了 还有唐金当时还会私自用泰森的肖像权 然后赚的钱一分不给泰森 还有泰森比赛时用的各种毛巾费用高的精人 夏图泰森穿着的这个毛巾是唐金花八千美元买了 其实也就八十美元吧 全王泰森以上这些事情都是泰森后来才弄明白 掏钱被骗的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 当时唐金说什么 他信什么 要多少钱都给 几乎都要被唐金榨干了 泰森自己也说过 我当时大脑太简单 太傻了 太相信唐金了 我完全可以每场比赛都换不同的推广人 去赚